各位好 今天9月9号 我是五月散人 吃了吗 您的 这两天有一个爱国碰瓷表演艺术家 名字叫做雅仁 然后在圆明园那地方 人家说是你能不能让一让 说把让人家拍一个照 把日本人拍个照 这哥们当时就翻车了 一下就火了 你日本人如何如何 我就不让日本人在这拍照 你让他拍照 你还让我让开 这是中国地方 反正就是那套科 大家都能懂那套科的 开始弄了 然后找来工员管理处的人 工员管理处的人也说了 其实是个保安 一看着就是那种 怎么说呢 不像个正式员工那种人 大概也合同工或者临时工那种 那么一人过来来说 说我们就不愿意让你来 去年有一个日本人一团 就给没让进 首先第一个 我不太相信 不让日本人进这件事 一个团不让进 他们也没有这个资格 也没有这个能力 第二个呢 必须跟大家说一件事啊 圆没圆那地儿啊 就是我原来认为呢 大家都应该知道 那是英 就是至少在中共的这个历史书上 它是英法联军烧的 跟日本人呢 没什么关系 那是八国联军 这是两回事 可是呢 您知道就是说 我在这个国内的时候 能见过多少次 有人直接说烧那个圆明园 那是八国联军啊 大概得有一半以上的人都认为 那是八国联军烧的 这是两回事 这是首先第一个啊 当然了 如果我们去深刻历史的话 圆明园真正烧的人 或者是后来给他整个给毁掉的这些人 应该说大量的还是我们勤劳勇敢 淳朴善良的同胞们啊 最开始的时候进圆明园抢的人 也都是咱们同胞 最后呢 把大火点的也是咱们同胞 这个可以各位去 各位去查一下历史 当然你不 你非得查您历史教科书 我就就就当我没说啊 那另外一个呢 是什么呢 就是说呃 那里抢的东西 我们都知道啊 这个大量的是确实给搬走了 这毫无疑问的事 但是呢我们现在作为这个国魂之标志啊 这个圆明园之标志的那12个兽手 也就是说在我们古董行里 叫12个水龙头 那玩意儿呢人家没抢 再说一遍 那玩意儿人家没抢 为什么呢 是因为那东西呢 一是年份不够 二一个太大 三一个呢 呃怎么说呢 那就是水龙头 没人去抢那玩意儿 那个东西呢 是等圆明园残破之后 然后呢 有人把那玩意儿拉出去 当废酮烂铁卖的 卖完卖到这个古董商手里 当然人家古董商 让废酮烂铁收的嘛 然后呢就给流失到海外 这个是自家人干的事 这是必须要说清楚的一个事 那八国联军那会儿啊 实际上日本人呢 他是驻扎在这个东城那边 然后有一部分呢在紫禁城 日本人他是不是说 他是不是说抢了很多中国文物 嗯 应该说确实是 这个必须要承认 确实是 这个连抢的带偷的 再加上这个买的 啊 巧取豪夺的 这个不少 但是呢 日本人有一个特点 因为什么呢 他们是懂文化的一帮人 你要理解这件事啊 你可以发现日本 无论是在这个侵华战争之前 还是在侵华战争当中 他们非常少的去直接把一个这个文物给毁掉 他们最大的 最大的那个可能性 基本都是干什么呢 就是打包 然后呢 运到运回到日本国内 这个这个我相信大家 你如果你们查资料都能理解这事 你说这事好不好 这事吧 一半好一半不好 好的地方在于呢 这个不好的地方在于呢 这些东西呢 没在国内 对吧 毕竟自己老祖宗创造的东西呢 流失海外了 不好的地方在哪呢 留下来了 这必须要承认是留下来了 你要搁中国呢 那大概而言就像那个 中国的那个古书 我原来跟大家讲过 山东一地去销毁古版的图书 那一次性的销毁过16吨 你自己想想看 16吨呢 它不是16斤 也不是16本 它是16吨 就这么就这么简单 所以呢 这些玩意儿吧 就你就没法说 而且呢 当年中共的中共那个干干什么事呢 就叫 啊对 他们当年特别希望得到外汇的时候 全国各地的那种文物商店 据说三它有一规定是三级以上的文物啊 不能够出口 或者是说呢 清三代以前的 就是从清三代开始往前东西都不许出口 现在呢 这些东西就是更多的就是已经都都现在是弄得特别特别严谨了 但是那会儿啊 是由国家开始来进行文物贩卖的 我们大量的这样的文物是通过文物当年文物商店三毛不止两毛的就给卖出去了 有很多海外的中国的那种大藏家就是中国文物的大藏家都在那个时间段里取得了天量的中国的文物 而且花的钱非常非常的少 现在基本上而言都能够有这个上千倍的收益都是拥有的 这不是开玩笑 我个人是玩古董的 我见的有太多这玩意儿了 所以呢 你要是说起来的话 这种东西就是这一说就说远了啊 就是说呢 这玩意儿啊 就是就这爱国爱国碰瓷这位这位表演艺术家呢 那他呢 他们碰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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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圆瓷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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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瓷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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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 在圆明园的拍照行为 并声称的民族大义不是流量密码 盲目排外在我国没有土壤 当然这句话说的 就是有点右当表德力排放的感觉 为什么呢 盲目排外在我国 那是很有土壤的 这块这些土壤怎么造出来的 这土壤怎么被毒化的呢 那不就是你们家干的吗 对吧 这就跟大家胡锡进老师一说 就是说我们要对外开放 我们要对外国友好 我们不能盲目排外 然后回头我们就可以把环球时报 核定本贴在胡锡进老师脸上 说你他妈自己看看 对吧 然后胡锡进老师很有可能就被这纸压死了 对吧 他就写太多 每一项摘下来的话 你直接你只是拿一U盘 然后扣他脑门上 可能对胡锡进老师的人身伤害还能小一点 当然这侮辱性更强一点 这就不说了 那像这样的这个为什么他会在这个时候 原来前两年这种东西官方是不会发文批判的 或者是很少说这么高层级的去发文批判 为什么呢 是因为前两年他需要这个 我再次提醒啊 这个爱国碰瓷表演艺术家们 你们记住一件事 千万记住身份 跟你们说我很多次了 你们属于夜壶 不要忘想把自己当成一个茶壶 对吧 他们用的时候 我党用你们的时候 是会从某个肮脏的角落里 把你拎出来 然后剩上摇脊巴甩蛋的过去 夸鸡插那个 就什么那个又要虎子嘛 那有一口 摇脊巴甩蛋一过去 插进去 爽一下 得就完事了 然后清洗整理 然后又给您塞回到那肮脏的角落里边去 知道吧 那个高档一点的 大概就相当于胡怡进老师那样的 那你们这样的 就是连胡怡进老师这样的 这个待遇都不会有 胡怡进老师都不能把自己当成一个茶壶使 你们就更不能当了 现在大风向不是这样的 它可以让你在这个网上 有时候会说两句什么 这个没毛病 那法无责重嘛 但是一定不要落实到下边这个行动上去 因为现在正期待着这个海外的游客们 再重新回到中国 对吧 你不能天天看着全他们俄罗斯的老毛子 在中国街上晃啊 而且这帮人消费能力也没那么强啊 对不对 这必须得说啊 当然了 这比较功利主义 当然也这么说 他希望着全世界的 尤其是这个发达国家的这些人 过来来这边旅游 除了旅游之外呢 还要进行投资 还要进行建设 而且还要带来自己的这个 先进的科学技术 对吧 你老人家呢 在下边是干这种事 这是我党这两年容忍不了的 前两年啊 东升西降 炫销沉上的时候 那没毛病 那那个时候你肯定啊 你这夜壶是被拿出来该使用的时候的 那可以 没事 你就可以干这事 那但是呢 你现在这个时间段 对吧 那你跟我党的政策就相背离了 这是绝对要聆听其风声的 或者是呢 你这都不用听床 你可以自己看一样 要知道了 然后你就把这东西当作吸引流浪的一种手段 对吧 咱都不说那孩子是不是当是19年啊还是17年啊 是那个是在这个美国犯事的这事 咱都不说这事啊 就是说呢 你就直接不能够说跟党的政策相违背 知道吧 该当夜壶的时候要能明白自己的这个身份 千万不要想着当茶户 随时拿起来能喝一口那种 那而且尤其是什么呢 尤其啊 最我党最怕的还有一个什么 就是你们这帮人呢 是在现实生活里搞事 你网上再怎么叫嚣 其实呢 我党其实不太在乎 即使你跟我党的有一些政策有所背离 对吧 现在你 现在你应该在 在那个肮脏的角落里待着 你怎么又冒出来了 这个没事 他只是最多烦你一下就完了 现实生活里去闹去搅和事啊 特别容易被人抓到把柄 这个你看我党 这个你看 你看他身上摇鸡膊甩蛋一过来 这个把柄不都在这 叶下头头 就抓住身上这个一摇一甩的这把柄了 对吧 不能让人抓到把柄 理解这事吧 这个呢 他也害怕什么呢 害怕像你们这样的人呢 你在下边线下的有这种情况 一出现 他会造成这个现实社会的不稳定 真的 这跟那个其实在我党的眼里 你们这种闹事跟那个维权闹事没有本质区别 明白吗 到今天我这苦口婆心呢 跟你们去聊这个事儿 让你们这帮叶狐囊明白自己的地位 你们要感恩呐 真的 你但凡听我跟你们说过这些话 你们也不至于吓唤你会落到像什么铁头啊 还有这个用日本动漫名 启唤爱地的雅仁呢 对吧 雅仁是这是哪个洞吗 是七龙珠吗 还是什么呀 我就知道人外娘 这个雅仁还真不知道是哪一块的 反正这个也不重要了 就是说那雅仁嘛 就是不算人 是吧 差不多是这意思吧 差不多就这样吧 你就听我一句劝 真的 把自己的地位搞清楚啊 这是这是这事儿 这是一个事儿 另外一事儿呢 有一个就是国内现在宣传的挺大的事儿 就是这个央视新闻这个报道啊 发开委商务部呢 在昨天发布了这个2024版的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相比于这个2021年版的呢 新版的限制措施呢 由31条减至了29条 就是说呢 删除了两条 那一个呢 是出版物印刷 需要中方控股 这件事儿 哎 行了 这件事儿咱们就不算了 你就可以 你就说白了 就是说开印刷厂 你可以呢 外资又占大股了 或者是甚至于有可能呢 有可能是独资的 另外一个呢 说是禁止投资中药影片的争吵 有拙这是制 制断等刨制工艺的技术 应用及中程药保密厨房产品的生产 这两个呢 就都已经给取消了 说白了 就是一个呢 印刷这块 印刷公司 你可以看 另外一个呢 你可以呢 投资这个 投资这些中程药的这个生产 中药影片的生产了 对吧 大概就是大概这么意思 怎么说呢 就是他们把这个称之为巨大的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个标志啊 就是说又是我们又把这个所有的制造业这一块给整个打开了啊 这是我所有的制造业的这个限制就全清零了 首先第一跟大家聊一下什么是这个叫做负面清单啊 负面清单呢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就是说呢 它是一种呢 对外资许诺开放的反向方式 说白了就是说 这方面我不冲你 不给你 就是说我是对外开放的 对吧 但是这些领域不让你进 或者是呢 它甚至于它不是说有限制 它基本上是不让你参与 它是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 那从好的一方面 它说什么呢 就是说呀 因为资本这个东西呢 它可以各个地方去投资 它是有嗅觉的 对吧 但是呢 在中国这样的地方 它有一个法律上的模糊性 以及地方政策执行上的一些问题 有一些资本呢 它就去做一些这个怎么说呢 国家政府国党不太喜欢的事 投资一些这样的领域 这些领域呢比较敏感 那我有这个负面清单 我就是说你可以在事前的审查这一块 你就直接pass掉 你就不能进行投资 这些东西 这是从好一方面说 换一方面说呢 就是当然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说呢 这个整体的 这个就是开放的这个度 没那么够 大概是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因为呢 原来呢 我们有一个全国性的保护清单 这个就是说这个保护行业清单 就也就是负面清单 那有一个自贸区的类型的一个保护清单 那现在呢 分别呢 都已经呃 缩减了 就它那个项目缩减了很多 那全国性的呢 是当年那会大概得有个是多少条啊 我查一下啊 这个必须要查一下 那个呃 大概是20 从93条和100多条 然后呢 几年 从17年开始 连续几年下降 一直到了20多条和这个31条 今天呢 等于是全国性的这个东西呢 从31条又减两条 那就是说呢 变成了29条了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就是制造业呢 整个就都已经 呃 从理论上 是对全全世界开放了 外资进来呢 是有一个内资待遇的 就是国民待遇嘛 你就直接可以去审批呀 或者怎么样 这个走那一套流程 在事前审查这一块 就不给你省了 就不用不用再去 做这个方面合规了 但是实际上来讲 为什么我说当年这玩意 它是它是一个 它是它是一个瞎扯的事呢 就是原来因为我们做过 这个媒体方面的投资 到今天为止 这整个的这个媒体行业 也不让我们 就是说任何的这个外资进入 做任何的投资 所以为什么它还剩29条啊 你看最后制造业剩这两条 特别有意思 这两条为什么到今天 才给它去掉 一个呢 印刷这一块 就是能够印刷出来的东西 我当时从那个宣传这一块 它一直看得很重 就是呢 它一直啊 就把这个印刷这一块拿特别死 好多中国的这些印刷公司 它之所以后来能够出来 对吧 你比如说那个上海的叫这个借龙集团啊 然后包括深圳的那个叫什么 叫什么就是印那个中国外地理杂志 那个那个那块那个那个集团叫什么来着 印刷厂 反正那些东西 有好多年了 不看这个了 就是那些东西 他们都没有办法 就是他们必须得掌握在中国的内资手里 就是包括像是这个 包括像是这个国有的 包括像是中国民营的这一些公司 你都可以 原来我们中国日报自己都有印刷厂的 它是不到外边尾印的 它都是全在自己的印刷厂里印 而且还接外单 这些东西呢 对中国政府来讲 它是一个特别看重的 你如果印刷 你就必须得合法合规掌握在我党的手里 但是实际上而言 这个东西啊 它也有的时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怎么说呢 就是原来我们知道好多的这些印刷的小厂 就包括像是印一些这个盗版的 银灰色情的 这些东西很多的小厂都在干 河北那块一堆一堆的 这个这个您可能不做这行 您不知道 原来我们印东西的时候 去找这些小厂去印 对吧 它就合规性就没有那么强 当然我们不印这个银灰色情 或者怎么样的 可是你知道在中国原来 所谓的那个就是李慎之文集 哈贝尔文集这些东西 在中国都没有办法正式出版的 那怎么找的印刷呀 那都是全是那个找这些小印刷厂 给钱就干 给钱 你只要钱到位 什么都给你印 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模式 但是呢 这些大的这些印刷公司 就全要由中共 或者是说这个民营 中国民营来进行控股 那或者是说就是说外资你不能进 反正差不多就是这样 另外一个这是一个政治意识形态的问题 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这中药影片 这是一个民东精神问题 说白了这东西吧 实际上我党你以为他不知道这东西没啥大用 这些所谓中药影片 对吧 什么保密配方 日本人这块呢 他还多少还做过一点这个研究 你比如说 我跟大家说过 在日本有时候我也吃中成药 但是就那几种 它那个药效果还可以 但中国这个中成药这事你就不好讲了 到底是王那儿 甚至于有那个所谓的中药注射业 那东西多吓人呢 对吧 反正就差不多是这样 但是这是一个民族产业问题 民族文化问题 所以这两个呢 一直属于没开放的地方 现在开放的是干嘛呢 就是给大家呀 就是给外资这一块 投资这一块 弄一个标杆 就是说你看我连这两个地方 一个是这个关于意识形态领域擦边 周边产业 外围产业 对吧 我都给开放了 那另外一个呢 我这个是民族精神 中国文化的这一块的产业 我也制造业 我也给最后开放了 那你们还不是赶紧进来吗 对吧 但实际上而言呢 我其实更不是 我不看这些玩意儿 我看的是什么呢 看的是这个 它本身还有多少 没开放的 您知道吧 就是没开放的有多少呢 还要29条 这29条啊 其中有些东西 你可能不开放 这还有情可原 你比如说 它有一些呢 就是说叫做这个 批发和零售业 就是说你说这个卷烟 这一块 禁止投资 烟业呀 卷烟呢 复烤烟业 及其他烟草制品的批发零售 这块为什么它不愿意去开放呢 因为这块呢 牵扯巨大的商业利益 你烟草是这个税是非常重的 对吧 这个是它不让你进到这个 这我还能理解 那另外一个呢 比如说像是这个采矿业 它不让你投资的是这个稀土啊 放射性矿产呢 乌勘茶呀 开采及选矿 这个关于这种所谓的这种战略性的资源 它不让你这也就罢了 但是你知道它其他还有什么 像农林牧鱼业这种 它好多地方也不给你开放 这是一个 这个当然你说 这个所谓的这个叫什么 安全嘛 对吧 那包括粮食安全 这个是粮食安全 还有交通运输啊 仓储邮政 这个也不进行开放 好多地方也不进行开放 可能觉得各位说 这个有什么关系 这个绝对是 他们就对这东西特别也特别在意 特别怕这些东西 因为这些玩意 你拿到了甭管是数据 还是它的这个 这个你给它建的这些东西 这个交通命外 或者怎么样 运输 运输物流 这些东西对他们而言 是一个非常非常要命的东西 还有一个呢 是属于那个信息传输 对吧 还有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业 对吧 人体干细胞啊 然后呢 还有一个 您知道它不让干什么呢 禁止你从事任何的外资 禁止你从事的什么 大量投资的 禁止投资什么 大地测量 对吧 海洋测绘 空中航空摄影 比如说呢 行政区地图 全国性的教学地图 这些东西都不让进 就是只要牵扯地图的 牵扯测绘的 牵扯这些地理环境的 一概不让你干 这个你也觉得挺有意思 对不对 OK 那因为很多的时候 这个地图你要出版 包括怎么样 这都是事 这都是关于意识形态的 这并不是说 包括是中国的国家安全 因为像这种 在这种卫星的时代 你这点东西 根本就不当回事 你再怎么 我去你那测绘 或者怎么样 它上面卫星一照 你大致的东西 你都知道的 对不对 你而且地图出版 你这些东西 你也管 那肯定就是因为 政治意识形态的问题 所以说呀 包括教育 还有这个卫生 一会再说 这卫生和社会工作 而且呢 它还不让做什么呢 民调 或者社会调查公司 绝对不让你在中国落地 这也不让 对吧 所以说还有包括更我们更看重的 比如说这个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这个电影还是不行 广播电台投资也不行 当然了 你新闻机构这些东西就更不行了 这些东西都不行的话 他把制造业这一块单独拿出来说 是开放 大致相当于什么 大致相当于什么意思呢 应该相当于啊 我们就有一哥们说的 我觉得他说的这句话特别特别好 就是说呢 相当于杀猪盘 为什么呢 因为啊 就是你只要是进来了 中国你要想从中国把利润带拿走 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 原来可能还好 这些年又更难了 对吧 它就相当于我们干嘛呢 就是投资讲话嘛 投资不过山海关 中国是一个大 大范围的山海关 这些年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 对吧 最后这两个不让进的领域 其实是两个非常小的制造业的领域 虽然中成药却是一个大领域 但是外资很少说去干这件事 因为正儿八经的这个医药方面的投资 它不投资这样的所谓的这种你的传统医学产业 有可能有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为了钱的机构 可能是可能会干这个东西 但是一般的正儿八经的制药公司 不会去投资这个东西 你谁谁他妈闲逼没事 一个正儿八经制药的厂子 比如说人生产这斯美格鲁泰的 他投资你这个监卫销石片 这扯淡的不是 他不可能干这事 他整个跟他的公司的流向 就是他整个的价值观 包括他的技术的水准 以及他的整个对于科学的认知是不同的 他不会投资这个 开放这个东西就只是做一姿态 让大家说觉得我整个制造业全开放给你们了 你们就赶紧进来吧 那这两个小领域虽然是最后的堡垒 这个姿态也摆得很齐了 可是你看前几年最简单一件事 这前些年那外资为什么走 他是因为你不够开放吗 是因为你还有这两个 是你有两个小堡垒还在这扛着 我就不信任你了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原因的 这个我们都能理解 对吧 外资为什么走 外国厂商为什么撤 有人说 你看这个顶态风你也不好吃 IBM你也是日薄西山 这个微软你也不行了 你们所以都 包括其他一些三星你也滚蛋了 对吧 我华为手机起来了吗 那OK 好 那这些外资走了 汽车也是吗 我这新能源势力起来 你们这帮其他这些汽车 你们可以滚蛋了 对吧 都觉得是这样 实际上呢 并不是如此 就是因为外资对你整体的营商环境 他觉得说 这不能再待了 再待老子他妈的 说不定连裤子裤衩都陪进去了 我不断的在往里投注 不断的在被你压榨 然后呢 我还有可能是落一灰头土脸 那我还不如自己赶紧早一点体面的撤退 大概就是这样的 所以你把最后两个小堡垒 你给说 你给说给撤掉了 对吧 这个限制给撤掉了 那在整个整体制造业这一方面 因为制造业是重投入的行业 他如果说 即使说他撤走了 就是撤走了再回来 那也是一个长期的 也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那他新投入是一个巨量的一个投入 他会不会还回来干这事 这很难 你只要不把你整个的这个营商环境 以及你的重点还是法制环境 对吧 让人家有希望 你是没有办法 让这些人再从前信心的 不是让你生产 在中国生产这个中药影片 以及说你可以在这开印刷公司 就可以了 你有本事 你把中国的媒体这块开了 对吧 你只要说 能够让这个中国的媒体这块 能够外资进行投资 并且进行控股 甚至于可以独立的 独立的国外的这个新闻机构 可以在这边设成立公司 对吧 独立报道 你看着什么 你看着啊 只要你有一年 只要有一年 所有的这些 这些 这些国外的公司投资 会回到中国的 最简单的一件事 你什么稀土啊 什么这些东西都无所谓 为什么 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战略的保护地 你就可以说战略保护的行业 以及战略保护的这种资源 这个没毛病 但是有一些东西 它是你这块的战略资源 比如媒体 对吧 比如这些影视公司 这你别小看这个影视公司 影视公司这块 实际上在中国 也不是说外资 可以进来投资的 你知道吗 所以说 像这样的这些东西 你开放了 你才是真正标志性的开放 如果你再想取信于人 把那个孙大武放出来 把这个 把这个 任志祥放出来 你把他能够放出来之后 一样 马上就会有这种信心出现 对吧 至少知道你要改 你要真正改变了 资本是有嗅觉的 钱本身 他有自己的想法 他会 你哪怕美国人 美国政府 再怎么去说你不好 你把这两个事情做完了 没毛病 如果你愿意更能让大家 那个放心一点的话 把司马南老师抓起来 记个旗 对吧 点个天灯什么的 那你也可以 你大致人家也能知道 说OK 好 那确实是中国可能会有一个改变 那我是不是还能在那多挣点钱 谁跟钱也没仇 资本主义 对不对 跟钱也没仇 那也就过来了 只要没这些东西 你让一帮外资过来进来去做中药影片 开印刷厂 他妈的现在印刷品 印刷行业都已经日薄牺牲到这个程度上了 对吧 你还打了干嘛 你有用吗 你有什么用 谁会在乎这点 大概就是这样 好 谢谢诸位 跟各位瞎扯继续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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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